说到出国旅行 大家很多都会想到 马尔代夫啊 英国啊 新西兰这些热门的地方 但是我现在的地方 是一个冷门的旅行地点 伊斯利尔 网络上对伊斯利尔的看法 多种多样 这次我来找我的伊斯利尔朋友 高尤斯 他会带我在他的老家玩一玩 顺便问他一些问题 为大家解答关于伊斯利尔的疑惑 你的老乡怎么身材都这么好 现在花了50块人民币 然后这一瓶矿泉水是40块人民币 哇 这里也会合上很多的恐怖疯似的时间 这里是彩虹节 Raz和我一夫妇的身份也出席了 那是个人 现在是在Tel Aviv Airport 我已经意识到了第一个区别 在飞机上他们说 因为安全原因 在飞机下降险着45分钟 一定要坐在位置上 然后系好安全带 因为当地政府的安全要求非常高 我刚上车的时候 他们给了我一个小票 然后上面有写 他们一定要打表 然后这个司机没有打表 他就跟我说 我们就说一个fixed price by 150他们当地的货币 Raz才跟我说过了 在这边大概是30到40欧元 从机场到这里 150就是38欧元 那我就能接受 我也没有让他打表 因为我觉得他也没有特别骗我 这里的人都很nice 这里价格挺高的 我看这里基本上比较好的酒店 1500块左右 我这个付了250欧一个晚上 哇你们看 250欧有这么小的一个房间 其实也还行 这里是市中心 然后这里楼下有很多酒吧餐厅 所以这个地理位置是好的 现在来等你们看看游泳池 这个景是不是很漂亮 蛮不错嘛 你们就在那 看 铺中 在那边 而且这里稳度非常的舒适 现在25度 有微风 太阳还没有下去 真的好舒服 我们去和Raz见面 先去沙滩看一下 然后去吃个饭 看看吃一些当地美食 要花多少钱 我跟你们说 这里平均的颜值特别高 除了这个人以外 这个人 这个人你们就不要看到 这里无论是男生 女生 他们真的都是身材特别好 Raz 你的老乡怎么身材都这么好 你就是胸毛这么多 你看你们看 然后在这里还在户外健身 哇 你们看这个风景 Raz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喝杯咖啡大概有多少天 50块吧 50块人民币 哇 那是挺贵的啊 然后这里也是在海边 所以它可能更高了 它可能60到70人民币 OK 我刚点了一个巧克力牛奶 所以我们现在花了50块人民币 然后这一瓶矿泉水是40块人民币 90块 这里的水 买一瓶水很贵 买个小的 20块钱 大的40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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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多少钱呢 这个是100块钱 对 但这个也是一个巨物吧 这个很大 很大 很大很大 这个是什么 英脆豆泥 啊 这份多少钱 72块钱 人民币 那是 也就是这个 那这个比饭的要贵些 是吗 这个 胸毛还是要那个 不要掉到我们那个 英姿对你里面 OK 用这个面包 对 手拿 我们是给印度人要 我们用手吃饭 然后就站在里面 对 它是一个叫披萄饼 非常的软 嗯 嗯 嗯 豆子的味道很浓 上面还有整个银子豆 对 然后还是刚刚有的 这个 不是把这个披萄饼吗 呀呀呀 很热的干错 对 然后里面特别的软糯 我现在24小时不到在这里 昨天下午到的 感觉作为一个游客 这里确实蛮安全的 今天我们要去耶路撒林 我感觉我这边走在马路上 伊斯利亚跟中国还是有点相似的地方 比如有很多那种小店 要么是超市 要么是饭店 要么是那种杂货店 你们看 这个房子跟中国也长得很像 反正跟德国区别很大 在德国基本上没有那种小店 这种四五层的楼房 在德国也没那么常见 我们坐火车从Tel Aviv到乌萨 有列强高铁 汉式的时钟 然后花了48块人民币 差不多 我觉得这个还好 就跟德国差不多 所以Russ 你昨天还跟我说 你有时候也会看见一些火箭 是不是 在这里没有 那在你老家 在Tel Aviv 偶尔有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那你害怕吗 其实没有那么害怕 习惯了 没有这个放火箭的那个机器 叫Iron Dome 它会保护的 它会过来 但是它会中间在天空 会有多个火箭 就把它打掉 总体来说我感觉 就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旅游国家 对吧 我这两天在这里我觉得特别好 它很舒服 就是贵而已 太贵了 太贵了 耶路撒兰它有一个看不到的冲突 是好几个信仰的中心 对吧 伊斯兰 犹太教 然后基督教 这里的冲突很多也是关于地理 土地 对 然后这里不仅是 伊斯兰教 犹太教 基督教这些也是 基督教之间的各种牌 伊斯兰教的各种牌 他们也会讲 然后这里也会发生很多的恐怖 疯子的时间 但是不是火箭要讲 是 stabbing 或shooting 在我后面应该是全伊斯列最著名的一个经典 就是铺墙 犹太教最重要的一个乒乓 能做一个这样的对比吗 就是中国人他们有什么事情就是佛教的他们会去烧香对吧 对 要是你们有什么烦恼有什么请求你们就回来这里 我们有祈祷 祈祷 圣人节 圣人礼 所以我们自己的宝宝 结婚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生最重要的节点都回到这里 祈祷一下 对我们说这个是一切 就是整个我们信仰 我们人生的意义 基本上从这开始 我们为他奋斗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他有时候也没有宗教意义的 他只是有个个人也会有意义的 不一定他不需要犹太人的 他很欢迎任何人到的 我选的这个周末特别好 因为这里是彩虹节 有各个国家的人在这边玩 然后Russ和我一夫妇的身份也出席了 有几万个人吧 Dance a bit 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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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了 这个是不是有火了兄弟们 火了 现在我们来到你家了对吧 对呀 今天是Sabbat and 昔日 所以你妈在后面在准备晚饭 对吧 谢谢帮忙 所以你们一伴在Sabbat的时候 我会吃什么呢 什么都有 反正都是家里人一起吃饭 聊聊天啊 然后祈祷啊 有一个安息日的什么的一些 其俗 一起唱歌 一起分享过去一周 不上的事 然后就欢迎安息日 所以我今天非常的荣幸的 来到你们家里在安息日的时候 跟你们一起共享一顿美味的晚餐 我们能够有你一次来这儿就很开心 哎呦我也太麻烦了 你上次带我去你德国的家 所以我就这一次是 换个人请吧 对啊 不过我来你爸妈家 你是不是会用你自己的家 等我一下 我自己的家 我现在都没有家 我都没有租房 在德国是我给你烧菜 在这里一开始 你妈很辛苦给我烧菜 你还我一次说你换个人请 我妈做的 你妈做的 对啊 那你做的你做的什么呢 我给你倒一杯水吧 好谢谢谢谢 搬开水吧 可以可以可以 阿福终于有吃到正宗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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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在伊斯利尔最后的一天 我跟你们说一下我的感受 虽然说伊斯利尔是一个比较冷门的旅游国家 但是我这次发现是真的很值得以来 唯一的坏处是这里的物价真的很高 酒店啊吃饭啊等等超市里面的东西都是很贵的 所以你们要比你们去其他的国家要花的钱更多 但是这里的文化特别有意思 首先说一下Tel Aviv这个城市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城市 第一这里的人特别喜欢健身 都很健康身材都特别好 第二很喜欢享受生活 这里的夜生活 这里吃东西的选择非常的丰富 其次说一下这里的文化 要是你们去耶路沙腾或者其他的城市 你们会发现这里的历史气息还有文化气息非常的浓 我特别喜欢这种旅游 又可以玩又可以学习 又可以补解新的知识 所以我觉得伊斯利尔是非常棒的一个国家 当然我还体验了很多当地的文化 因为我有当地的朋友 我跟他们家人去吃饭啊什么的 所以我这次收获特别的大 好嘞你们还希望我去哪一些国家 了解哪一些文化 欢迎留个言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